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烟害防治新法上路 台北市校园宣导总动员 破解新兴烟品对青少年的误导与诱惑 同时宣导新法 分享拒烟三步骤 呼吁青少年拒绝烟品的危害 问说纸烟 电子烟 加热烟 都有一手烟 二手烟 及三手烟的危害 然后是是非提示或否 然后这个答案很明显就是是 但是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一手烟 二手烟我知道 那三手烟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面就会有说明的部分 然后就是其实三手烟 就是附着于衣服 或是环境内的烟害 艺人李罗女儿子烟 担任聚烟义工 宣传聚烟新知台北学堂 及扫码答题抽奖活动 号召青少年一起来聚烟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也会听到身边有些朋友说 好像电子烟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危害 或是水烟如何如何 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并不是 像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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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讲的很清楚 不论哪一种烟都是不可以去进行使用的部分 112年3月22日正式上路的烟害防治新法 对于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兴烟品政策是全新的规范 卫生局希望透过校园宣导 破解新兴烟品对青少年的误导及诱惑 同时宣导新法预防同学们误触法律 第一个就是禁止了所谓的电子烟 对于加热烟当然讨论非常久 但是也管制了加热烟 没有经过健康影响皮肤的加热烟中央核可是不能够上市的 对于加味烟 有的人可能会在加热烟里加什么味道这些都是禁止的 然后对于吸烟的年龄 从过去的18岁提高到20岁 而且对于这个禁烟的环境 大概说进一步的扩大 那特别特别我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烟壳的警示图文 这个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烟壳就知道 上面的图文警示过去只有规定35% 那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过去大家不断的希望85% 不过至少已经达到了50% 然后最后还是针对烟伤违规的部分还是会进行重防 这是过去在烟害防治法 我们有新法的办部之后的一个新的一个执法的重点 那当然 达白博士卫生局这一次跟董事基金会联手 在这个烟害防治新法公告之后 我们就想要更积极的去推动所谓的校园宣导 那因为很多很多很多的CN成績的市民朋友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在校园的阶段 可能就是受不了相关的诱惑跟诱导 所以在尝试了之后呢 所以让他们在未来路上都会受到这个CN的困扰 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个校园再一次加强的宣导 而避免我们的严禁市民朋友们 在早期就受到烟的诱惑 那后面还要产生很多的健康的一些后果 因为我们的新法其实对新型烟品是全新的规范 那禁止了电子烟 然后目前所有的加热烟都没有通过审核 所以都还没有上就是还没有办法是合法的贩卖 那这对于这些的然后法律呢 对于这一些的违规都是比传统的子烟是加倍的处分 不管是制造输入放卖广告都是加倍的处分 那很多的老师他问的是 发现他自己的学生他不一定有抽电子烟加热烟 但是他基于好玩或者基于就是外校的学长姐 或者是同学的关系他去转发了别人 卖电子烟或加热烟的网路上的一个讯息 那对于这一些在新法里头 电子烟跟没有经过审核的加热烟都是罚20万 转发这一些广告事实上是罚20万到100万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子烟是10万到50万 都是非常的就是非常高的一个罚款 那这些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 不要因为不了解法律而处罚 民众可能会误以为电子烟伤害比较小 医师表示无论电子烟或是加热烟 并没有减少临床疾病的证据 且同样也会有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 其实烟草公司或烟伤 它最重要而且唯一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的未来的台湾的小朋友们 让新兴烟让尼古丁成瘾 让新兴烟品成瘾 那紧接着电子烟呢 在2018年乃至于在2021年陆陆续续 在欧盟以及澳洲的科学研究都发现说 电子烟其实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好 最一开始它是宣称甚至号称可以协助 戒掉传统子烟 但是实际上呢 迄今至少有164种的有毒化学物质被减出 所以它的坏处不亚于传统子烟 那电子烟对年轻人还有五大危害 第一个呢 它会让尼古丁的成瘾更快更迅速 然后更严重 第二个呢 它会影响我们脑部的发育 因为脑部的发育真正要完全的成熟 那至少要65岁 甚至有一说要到30岁 我们的人脑的心智才会发育成熟 但是电子烟会影响我们脑部 让我们脑部发展迟患 第三个呢 当然是对肺部的伤害了 电子烟会造成肺部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四个呢 抽了电子烟之后 它是有一个类似入门后门开的作用 那未来呢 成为传统实验的吸烟者的机会 会高达3到8倍 所以它不仅没办法协助戒烟 甚至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变成吸烟者 那第五个呢 就是说未来呢 它也是有一个能看效应 未来吸食大麻 甚至进阶的毒品 这些毒品的这个机会 都会上升更大 吸食大麻的机会 会高达3.5倍 烟害防治新法校园宣导 透过与师生面对面宣导及有奖问答 并提供北市国小至高中职 9600个班级 班班布告栏张贴海报 号召青少年一起响应 我聚焉 我骄傲 我聚焉 我骄傲 所有烟品都验傲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增进新住民在台生活的适应能力 融入在地的文化 大同区公所开设新住民听故事学台语的课程 从民间的艳俗故事 帮助新住民族群轻松有趣的学习闽南语 大同区公所开设新住民听故事学台语课程 邀请到专业且广受好评的李素香老师 透过讲授天气 人际关系及菜市场等主题 带入闽南语的对话练习 并且设计闽南语说故事课程 从通俗有趣的小故事 加深学员对学习闽南语的兴趣 认识在地生活的典故 除了学习台语知识 大同区公所还与万华税捐处合作 在课程中介绍租税小知识 推广云端发票APP以及有奖真达 让学员学到许多生活实用知识 并将小礼物带回家 可说是收获满满 大同区公所希望透过闽南语言习课程 让学员亲自动口说 除了降低语言隔阂 提升人际关系 更能帮助学员快速融入台湾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台北时装周 以多元共荣的精神 带来一连串精彩系列的活动 包含了周末限定的时尚街拍 时尚街头秀 品牌时尚秀 与国际时尚润坛 10月22号还将首度启用 台北大巨蛋园区 带来别具一格的全新跨界时尚秀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与文化局长蔡时平 分别身穿设计师 品牌服装亮相 表达对时尚产业的支持 2023台北时装周 以多元共荣为精神 带来一连串精彩系列活动 那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时装周的带动 让这个时尚产业 能够蓬勃 尤其呢 看到很多我们设计师 能够很有创新 创意的展现 然后能够跟国际之间 来做相关的接轨 让我们都觉得 非常的余有容颜 尤其这次的主题叫 多元共荣 那多元代表就是台北的特色 台北就是一个最多元的环境 那另外共荣呢 我们彼此包容 但是那个荣 我们也可以用 共同来光荣的概念 我觉得台北市也是一个 让各种不同的想法都能够发挥 然后呢 我们共同来荣耀我们所有不同的设计师 还有不同的产业 以及荣耀我们的城市 荣耀台湾 所以首先呢 我还是要再次再次的 感谢我们设计师们 带给我们很多创新 让我们看到整个的时尚产业 是可以发挥美人的不同的想法 再来我觉得更可贵的是 其实穿着每一个衣服 都有它的理念的存在 像我这件衣服 它除了是一个时装的设计 它代表着永续 代表着公益 所以我要更 更是要对我们台湾的设计师们 献上最大的敬意 因为你们真的就是 让这个社会看到 我们所有的面貌的呈现 也感受到台湾的活力 跟台湾的创意 那最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 简国燕为很多知名艺人 打造各式精彩的服装 其中10月22号 亚轴登场的闭幕大秀 将结合时尚艺术表演 与街头流行音乐 同时携手台湾知名服装设计师 打造跨于多元的大秀嘉年华 在10月22号的时尚大秀 也有一些精彩可惜的地方 包括呢 我们一样是由金奖导演 陈振川先生所指导的 另外 我们还是首度启用 台北大巨蛋的松烟大老 这边是不是也值得鼓掌一下 是我们台北时装周第一次哦 等于是为开箱我们的台北大巨蛋 还有我们会结合了这个台饶文化 让大家呢可以 我们就是不只是我们时尚人 不只是我们 好像在同温层里面 我们跨出去 让各个不同领域的人 一起来共襄圣举 那时间是从9月29号 到10月29号 为期十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从线上线下都有不同的体验跟感受 让所有民众都可以感觉到 不只有在台上时尚大秀 时尚是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垂收可多 只要你愿意停下来驻足心想 实际上都是在你我身旁左右的 这次的主题是 那个变体 它其实取自卡夫卡的变形机的概念 就是因为我的品牌概念 一直都是有点拉扯于 要做设计商业或是艺术的方面 然后这一季 有点像从自己解剖自己 因为卡夫卡里面 它变成虫之后 它脱离了社会责任 然后但是它也不被这社会所兼容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代 如果我们是设计师 但是就可以展现出很固执 很韧性的艺术家的部分的话 或许在这时代反而是可以 是更独特更苦的 所以在Fational的系列里面 这次会展现出很多 可能症状的结构 或是一些比较街头元素的 扑面外套一些 独特的面罩类的单品 我是台湾少数专门为艺人 做服装设计的设计师品牌 我们工作室大部分都在协助艺人 做不管演唱会 或者是三金典礼 各种需要露出的服装做设计 虽然它没有太大的市场 但我们很focus在这一区块 那其实我们把我们的合作伙伴 当成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灵感 所以在我们的梅迹上作品上面 其实都翻入很多 让艺人可以更加的有 显现自己特色的服装元素 那系列作品上面 除了以往我们过去 很常呈现的一些素材 怎么样的张扬的一些 轮廓跟服装细节 我们都把它呈现在服装上 包含印花跟手工的一些缝制 其实都有我一个人自己缝制完成 活动起跑记者会邀请艺人林雨昕及范绍勋 一同预告时装周众多精彩时尚大事件 林雨昕也将于10月22号闭幕大秀上 首度挑战单纲走秀模特 今天这一整身呢 它可以说是完全零污染 零废弃的一个做法 因为版型它也是很精准的 它没有多余的布料 然后裤子也是用工厂剩余的布料做的 真的 对然后百分之百的 什么呢猜 好难哦 太突 以前不是很流行讲什么 百分之百纯棉吗对不对 零添加 百分之百的宝特瓶 这是宝特瓶 哪里 我要订这一件 thank you 很漂亮谢谢 而且很适合你 谢谢 然后你在笑什么 没有我刚刚看到设计师是这样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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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ulu要订就yes 对订起来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要 还是要赚钱嘛 对不对 不然怎么推出下一季 好那这个 我身上是唐宗谦设计师的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整体它这个 我身上的上衣是用桌巾布 我觉得非常有温度 很有夹的味道 那我的裤子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桌巾布做的 对 我真的很爱一些桌巾布 窗帘布上身 哇 I love it 而且它这个很有小细节 就是我手绣布 它有一些纹理 你会觉得很像开玩笑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就真的是桌巾布 我是如果我越认真讲 你们越觉得我在开玩笑 对 就乱讲 所以真的喔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没有讲错 不是口号喔 时尚就是everywhere 桌巾你可以拿来做我衣衣服 活动起跑记者会更抢先曝光 2023台北时装周独家创作曲 呼应本届时装周多元共融的主题 而众所期盼的年度时尚盛事 将于10月份活络整个台北城 邀请市民一同开启时尚的无限可能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有不少人在学生时期 都有在学校调东西的经验 许多学校也常常因为 遗失物品无人认领而感到困扰 台湾市议员陈佑成 又特别呼吁教育局 研拟遗失物品处理的要点 让开用的遗失物 可以找到第二个主人 打扫时间结束 学生返回教室 台北市育成国小学务主任张柏川 则走到学校一处角落整理 这个衣架上挂的都是 学生掉落的衣物 有制服、运动服还有便服 数量不少 比较常出现的地方是运动场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运动完之后 很热就会把制服脱起来 甚至说上游泳课上完的时候 把衣服只有忘记放进袋子里面 那因为放在游泳池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统一拿到学校这边来放 那基本上会有分成两区 一区就是所谓的制服 一区就是所谓的便服 那我们会依照制服上面的名牌 同时学生来认领 那至于没有名牌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会上网公告 我们有贴在学校的网站上面 然后也有跟班级的老师 贴LINE的群组 跟他们通知说 有这些衣服 那请他们来认领看看是不是有班上小朋友不见了 由于有些衣服状况还不错 在经过一段时间没人认领后 校方会采取两种方式处理 让衣服继续发挥作用 帮助有需要的人 一个学年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好的衣服 把它挑出来 然后整理完之后变成备用的衣服 像有些学生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弄脏裤子或者是衣服 或者是因为受伤 然后让衣服脏掉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使用备用的衣服 来让学生做使用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会把比较好的衣服挑出来 因为备用如果太多的话 我们会利用像运动会或者是才艺表演 把它放到穿堂上 让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做自由的取用 等于是说把这些所谓的没有用到的衣服 做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回馈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事物招领处 除了衣物外 雨伞水壶文具等也常常出现在事物招领处 甚至还有价值较高的手表 校方在认领程序上也更加谨慎 掉在游泳池 怎么会掉 就是我游泳玩在更衣室 换完衣服的时候忘记拿回家 后来在哪里找到 后来在更衣室的那个场里面拿到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剪到比较多的是手表的部分 那手表的部分我们就会在里面 收在里面就不会放在所谓的事物招领处 那在领取的时候也是一样会问小朋友 这个表的外观颜色 甚至是说如果你有所谓的绑定蓝牙 或者是账号 你只要开启 因为现在小朋友也有手机 你开启之后你可以证明说 或者是里面有照片 那可以证明这个手表是你的 你就可以领回去 那当然我们也会签一个领去这样子 以免说他们领错了 或者是误领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可以把它追回来 经常参加学校活动的台北市议员陈佑成 也呼吁台北市教育局方面应该订定一套SOP 协助学校处理无人认领的校园遗事物 因为没有一个相关办法的话 这样的遗事物 未来哪一天变成废弃物 其实也很可惜 那应该有一个相关的规则 让它可以转换给需要的人 那也可以更有效率的找到它的主人 所以在经过我们质询以后 教育局也订立了相关办法 让全台北市的国中高职学校 公立学校有一个参考的基准 那至少让这些遗事户可以成为遗事的美好 那也可以找到他下一个主人 也蛮符合现在不断要推的ESG的精神 台北市教育局方面表示 已经发含请各校订定遗事物处理规范 参考北捷的做法以公益且有效益的方式处理 让这些遗事物有机会继续发挥它的美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破获制毒集团 嫌犯在新北市一处新大楼租屋制毒 警方在屋内查扣5000多包 Ketamine咖啡包 以及制毒原料 分装工具等证物 同时扩大追查其他的共犯及毒品来源 专案小组进入屋内 分别发现毒品及制毒集团 诚信主贤与其他成员 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一处新大楼 嫌犯在这里承租三处房屋 作为调制及分装毒咖啡包的工厂 警方是透过一起贩毒案追本溯源 终于瓦解这个以诚信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 诚信等4名犯贤 涉嫌以新北市三重区公寓住宅作为掩护 隐身其中制造混合型毒品咖啡包 以躲避警方查契 历经专案人员弃而不舍追查跟奸 搜证完备后 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并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 于日前发动搜索查获该集团 诚信主贤等4人盗案 现场查扣毒品凯他命咖啡包 5,314包 毒品咖啡包原料936公克 凯他命780公克 分装工具3P 封膜机3台 及行动电话等证物 警方调查嫌犯先用机器分装好 再用人工方式加入果汁粉 然后封膜 以查获的毒咖啡包数量来说 这个制度集团的制毒量相当惊人 此外嫌犯还主打种类比其他同业多 警方已经将诚信主贤等4人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同时扩大追查其他共犯与毒品来源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 内政部推动组织改造终于完成 包括了国土管理署及国家公园署正式挂牌运作 期待国家公园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政委员张景森 内政部长刘昌与多位立法委员等人共同揭牌下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与国家公园署分别揭牌成立 这一项内政部推动多年的组织改造将原先的营建署改制 国土规划及都市发展等业务移入国土管理署 国家公园管理业务则移入国家公园署 国土署首任署长由原营建署长吴欣修接任 牛昌表示国土管理署面临全球极端气候变迁等四大挑战 除了秉持专业精进深化国土永续外 更不要忘记做好社会沟通 牛昌也期许同仁未来能更大胆 更积极也更快速 利用工程的手跟脑以及社会的心推动业务 国土管理署最主要是重为营建署来升级跟转型 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那当然同样它必须要回应整个国家社会变迁 还有包括我们高龄化以及整个人民对于居住 以及都市生活环境品质 城乡的均衡发展等等更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责任跟任务也会比过去更为一个艰巨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平衡 这也是未来国土管理署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任务工作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作为整个主管的一个机关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升格成立的国家公元署首任署长 由内政部参事陈茂春出任 亲自出席街牌仪式的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燦表示 国家公元署管理9个国家公元及1个自然公元 面积占国家的8.6% 希望国家公元署将台湾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产 做很好的运用 让国家公元系统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台湾其实三分之二都是属于浅山跟高山地形 所以国家公元在里面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希望把这个重要的 台湾的自然跟人文的资产能够很好的利用 就像林六昌部长讲的 未来这个国家公元系统 绝对是我们可以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来认识台湾 林六昌也期许国家公元署未来能达成多项任务 包括与国际交流及牺手各机关与地方政府 为生态保育富裕 增强力量与资源 国家公元署除了国家公元法以及海岸法 还有势力法的一个主管之外 更重要要成为整个社会对于推动保育 还有相关环境以及教育等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平台 另外因应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趋势的要求 包括静零碳排SDGS等等的一个价值理念 还有国际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要求 我想未来国家公元署也会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也会创造并且提供相关的一个机会 那跟我们的企业 还有包括民间的一个社团 更加上跟地方政府 还有社区部落 还有更多广大的这些志工伙伴 一起来为台湾的环境 以及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个发展 来有更多的一个力量 曾担任过阳明山雪霸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的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表示 将与他国的国家公园地盟交流 促使从业人员固定的交换学习 让台湾国家公园之美能成为吸引更多国际人士到访台湾的敲门砖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2023成功新校舞台 10月19到11月5号将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今年邀集了12团优秀的剧团 14位新秀横跨了歌载 可嘉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 并场拼戏 12团优秀剧团 14位新秀横跨歌载 客嘉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 并场拼戏 2023成功新秀舞台 由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戏剧学系刘美芳教授 担任策展人 广邀各类杰出剧团与征选团队 吸手演出 呈现不同剧种剧目的多样风貌 展现传统戏曲 缤纷多彩的魅力 我们成功新秀舞台 就是为青年演员 创造一个同台竞技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给的 就是观众们能够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可能同场的演出里面 行当会不一样 剧种会不一样 表演文舞会不一样 那过去的历来 其实都是策展人 主动去邀演新秀 但是有很多团队就觉得 蛮遗憾的 没有机会参与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 第一次尝试 用邀演跟增剑双轨来进行 那果然就调出了 从来没有来过的团队 跟新秀们 他们表现得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 这个概念既然还不错 我们就继续执行 因为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 不同的戏曲的观众 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 而不说可能我买是唐团的死忠铁粉 但是我今天来也许看到了京剧 也许看到了艺剧 看到了客家戏 我发现其他剧种 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 那同样的 我们京剧的观众 看到我们唐团演出的这么精彩 下次看到唐团卖票 我也就进来了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观众的影响力 办理这个成功新秀舞台 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传艺中心有一连串的 培育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 比如说我们从习艺生 青年路团的辅导 还有外台戏功底的承办 等等到最后这个成功新秀的舞台 其实都是希望培育 年轻的新学人一起进来 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 有更多的接班人的机会 那今年又比较特别 我们原来青年这个路团 这个辅导的团员 本来是在训练的阶段 那也纳入在今年的表演的新秀里面 希望他们更能够借这个机会 以演代训 能够发挥 迈入第七届的成功新秀舞台 累积多年演出能量 共有近百位新秀演员站上舞台 今年更首度将传艺中心青年团员 入团辅导计划成员纳入新秀 整合各项人才培育计划 借由资深艺师传承戏曲功底 淬炼戏曲接班人 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新生命 比如说像驻团的青年团员 还有习艺生的培训 那当然到年底的时候 还有成功新秀的表演的舞台 其实因为有这一连串的培育计划 让我们每个剧团不同剧种 可是每个剧团大家都可以很用心的 在各自的剧团来培育我们的新生代 那所以在近年来我们就发现各个剧种 我们看到很开心的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而且也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更多的心血 来投入各个不同的剧种参与演出 我们发现观众的年龄层有降低 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不止我们在培育新秀 青年人的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培养观众也很重要 因为有好的观众 我们培育这些新人 这些新秀 他们才会有日后有观众群 走进剧场来支持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剧团本身 现在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培育新演员 优秀的演员 而且也希望可以陪伴更多看戏的观众 其实歌仔戏比较 就是歌仔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的行当比较模糊 没有分得这么的细致 对 所以老师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 像我前阵子就才刚饰演一个老蛋 就是算超零演出 对 然后偶尔呢 在剧团的大戏也会饰演一些花蛋 就可爱的角色 然后像这一次呢 就是饰演的是一个很凶猛的女武将 对 钟吴彦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磨练的就是状况底下呢 我相信将来就在跨领域 或是遇到各个不同角色困难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出来解决这样 那因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对于一些他们之前在学校 可能念了十几年的功 对我来讲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那练习的过程中虽然有时候会遭受很大挫折 掉泪 其实他都没有讲 其实都偷偷的哭 但是老师就会一直鼓励我们说 当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 你要享受舞台 而不是一直去在意你会 在台上会失误 不要去想说你练了那么久 为什么在台上可能会失误 他叫我不要去想这些 就是要我 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 你有花时间 花心力去练习 那到了台上就是尽情展现 然后享受舞台 期待这次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不同观众群走进剧场 当然也希望是客载戏 客家戏 金剧 玉剧 各个不同的剧种的观众 可以因为一张票有多种的欣赏的不同剧种 他可以因为这次来看戏 他愿意在跨剧种的欣赏 他愿意走进剧场来做一位好观众 2023成功新秀舞台 从10月19日起至11月5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 今年更加入文化币专属优惠 凡是使用文化币购票 就能享有八折优惠 希望能突破同温层 将传统艺术之美 介绍给更多不同样貌的观众族群 号召年轻观众一起进场 青年挺青年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台北家福福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空间狭小而且不同风 台北家福福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蓉小姐 民权福人社陈慧珍社长 以及企业抛物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爱心福袋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珍珍家中凌乱不是因为没整理 而是空间狭小摆放不易 加上租屋状况很少购买固定式收纳柜 就会变成成堆衣服小玩具常常无处安放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都要重复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可能就是很凌乱很杂乱 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 然后小孩子会说 妈妈我们的衣服找不到啊 哪里都放不下这样 对就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是会有点难过 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足够 比较好的环境给小孩子 摘衣服和收玩具 摘衣服跟收玩具都很喜欢是不是 那你会带两个妹妹一起吗 会 会跟他们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统的那种收纳箱 然后这样一箱一箱的玩具 也可以分门别的 然后让他们想玩的时候就找得到 然后不想玩的话 还可以收起来很整齐地放在旁边 那衣服也可以一个一人一个 然后这样看起来可以帮他们 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后也不会这样很凌乱 一直倒一直倒也找不到 台北家福中心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且都空间狭小不通风 因此家福看见这些家庭有收纳的需求 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 民权福伦社及企业 抛砖引玉号召大众捐赠暖心服带 包含折叠收纳箱及生活物资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真的经过时间巧思设计 还有对的收纳工具之后 原本瘫的乱的很容易滑落的 通通可以有系统的摆放 那我觉得家呢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避风港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板标骂 或者是今天过得不太顺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松 享受 relax 而且你视觉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卫生之外 我觉得整体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幼童的家长们 如果借由收纳孩子们也可以培养独立自主 而且对自己的物品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像这次我也成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说 其实你在一个租屋的环境 不可能自己花钱去定制很多家具 因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个地方 那个家具不见得适合 虽然现在有很多活动家具 那像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房东已经帮我做好衣柜了 可是那个衣柜打开 没有抽屉 那后来我也去买了一些便利的抽屉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这样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许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在我们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真的很好心力 不但你要伤脑筋之外 你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还要在抚养 幽童或者是还要在工作的上班族 其实是非常的辛劳的 更何况 其实这些收纳工具买起来 也是不少的开销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大家的爱心 我们希望呢 小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困境 而影响他课业的学习跟生活 所以呢 在今年呢 我们跟谢主任谈过之后呢 我们知道家福中心今年要办这一次的 软心服带物质还有置物带给每一户的家庭 我觉得呢 这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就马上呢 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呢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呢 他的生活会比较舒适一点 也可以让孩子呢 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 我就找了我有社呢 共同来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展现我们福伦的精神呢 能够呢 发动 就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弱势小孩呢 的家庭呢 能够呢 有一个 尽一点心力 那其实在 LV台湾以及海外 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 以往我们有跟家福基金会合作 那今年我们因为疫情过后了 所以办了一个台湾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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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新的一个善狂的服务 台北家府主任谢小文表示 家是社会最小的单位 却是最重要的 家影响着人的一生 而有一个舒适的家很重要 盼各界善心人士能够帮助 弱势家庭改善环境 那这一次我们想要募集的附带呢 其实一样是从家庭的需要开始出发 我们发现台北的家庭 他们都是租屋而住 租屋的情况其实都是比较空间狭小 可能空气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们其实在收纳上面 是有一些议题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够帮家庭募集收纳箱 因为这收纳箱对他们讲是很重要的 空间小如果没有好好的收纳的工具的话 其实他们的那个空间 就不会是太舒适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过往都会用纸箱啊 或者是用垃圾袋或者是用纸袋 去收集他们的东西 我们觉得这样其实很容易潮湿 受潮 所以我们觉得收纳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福袋的内容 那因为需要大家一起来募集 那一样我们今年的福袋一样是1500块一份 那里头就会含着收纳箱 还有民生物资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过年 就是新历年前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一样是在12月3号礼拜天 在国父纪念馆 我们会有一个园游会的形式 那有70块摊位 如果民众对于捐赠福袋有兴趣 欢迎一起来 如果民众对于捐赠就是募集那个摊位 也是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天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庭都会回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过一个快乐的下午 有了艺人企业民间团体共同支持 台北家夫号召亲朋好友响应 收集爱蝶幸福福袋目击活动 一起成为弱实家庭最坚强的后盾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民政局举办台北市基优宗教团体 民俗委员会及效行砍模 联合表扬大会 市长蒋万安颁发奖项 感谢这些平日热心奉献 默默行胜的团体与个人 台北市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关怀既是精神 对社会公益弱势救助 文化涵养方面贡献良多 获得台北市民政局颁发奖项表扬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宗教团体 民俗委员会个人获得奖项 非常高兴今天由蒋万安市长 以及陈勇德局长亲自来颁发 感到最欣慰的就是说 我们大安区民俗会所有的委员 大家非常的热心 出钱出力 在今天的这个场面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总共有71位民俗委员得奖 我们大安区就22位得奖 这表示我们大安区民俗委员 所有的委员都非常的热心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有例行性的比方说每年的春节 辉豪爱心监选 我们都跟区公社联合来举办 举办的包括这个奖学金 我们大家都出钱出力颁发奖学金 给我们大安区一些比较用功读书的 包括高中大学研究所 我们都有办法奖学金 以及我们每年也固定三个乡镇 去全省各乡镇 办理这个把我们大安区的 复额号礼乐善号施 大爱精神来散播到全省各地 我们去年去 昨天前天我们才到了宜蘭的南澳乡 宜蘭的宜蘭市工所 宜蘭的原山乡 去把买了一些米 一些这个卫生纸 一些罐头 一些毯子 一些尿布 捐给当地的弱势族群 我们地方上热心公益的各宗教团体 以及秘书委员会 一直以来扮演安定社会 以及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 其实我想在上个星期 我特别带到台湾省神皇庙 也参加了一年一度 中原普渡的祈福祭祷 也借这个机会 希望祈求台北市 一切平安顺利 也希望能够尽快地协助 在这一次机态大值 发生事故的受灾民众 做好相关的安置 空虚的处理 能够圆满 其实在来之前我也特别看了一下 在今天总共有41家基优宗教团体 有11个我们民俗委员会获奖 同时有71位民俗委员 还有4位令人非常感动的孝亲楷模 今天都会接受表扬 其实从之前到111年 我们台北市各宫庙宗教团体的捐赠金额 累积总共有10亿8千万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代表的是我们各个宫庙宗教团体 所有的执事人员 还有信众大德 大家对于台北市的一份爱心 而这份爱心 能够透过每一次 不管是捐赠救护车 消防车 或者是富康巴士 或举办奖学金的颁证 这份爱心 能够散播到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 能够让真正需要的民众 孩子得到这一份爱心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举 台北市的民族委员会 其实一直以来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包括每一年春节到第一线慰问 辛苦职民的警销人员 还有奖学金能够对台北市许多家庭经济困难 要极客帮助的这些孩子 能够给予他在学校 或是营养午餐上面 无后顾之忧 同时今天 我们有四位孝心摆摩 值得注意的是 孝心摩饭奖 彰显亲情的关怀与孝心 李金龙先生 静心照料患有中风 失智且不良于心的母亲 于云瑞同学则是不用妈妈奖 自己主动陪伴外公外婆工作 且打理生活琐事 妈妈开玩笑说比自己还有孝心 主要是他自己 自己蛮会想的 对 都不用我怎么跟他讲 他自己 他自己觉得说这样做是对的 他就会去做 我爸因为他在做资源回收嘛 所以他下课 他第一时间就是会先帮忙做 做那个资源回收 然后我妈妈他的脚不太方便嘛 然后只要有就是出去买个东西 他就是会主动去倉扶他这样子 我觉得他比我还优秀 因为他我觉得他比我还孝顺 对 于同学 为了要减轻爸爸妈妈工作上面的压力和负担 而且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外公外婆 他搬去和外公外婆住 照顾外公外婆的生活 所以这份孝心令人感动 为了向这些团体及个人表达感谢 市长蒋万安与民政局长陈永德也亲自颁奖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 让获奖人把心中的力量继续发扬光大 也感染社会氛围 值得大众学习起精神 记者问君张启腾台北报道 有请台湾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112年钻石婚金婚及红宝石婚表扬活动 在基隆长文桂冠棉婚婚婚婚会馆举行 来自七区共155对结婚40年以上的夫妻出席参加 市长谢国良及议长童子委 都亲自到场祝贺表扬 结婚60年的汪惠明和刘玉珍贤抗力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 和多位基隆市议员等人陪同下 一起切下三层蛋糕 象征所有夫妻勇于爱和勤迁一世情 这是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在基隆长龙桂冠棉 弘元会宴广场举行的钻石婚 金婚以及红宝石婚表扬活动 总共有155对结婚40年以上的夫妻出席参加 最长的婚龄是住在安乐区现年94岁的汪惠明和75岁的刘玉珍 有60年的婚龄 阿公阿嬷就是这样互相包容 展现老一辈对爱情和婚姻的永恒 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 以及各区市议员们也都亲自到场祝贺表扬 并且和155对神仙眷侣们合影留念 上个月我也自己开了一个小桌 我大概24个亲友庆祝我的结婚10年 那所以我结婚10年 我都觉得好像还不太容易 没想到在座的长辈 像几十年如一日 创造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才是我小爱爸爸 跟我们家小爱 还有他妈妈 我们最敬爱跟尊敬的长辈 所以我今天是怀着崇高的敬意 来参加今天的 钻石婚 这个保时婚跟金婚的这个 庆祝这个活动 也祝所有的长辈 现在年纪大了 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们家里的长辈 我们也是有都不同程度的 面对很多健康的问题 有时候看了真的心里也是会难过 但是就是要在这边呼吁各位长辈 拥有了健康 才是拥有最棒的家庭生活 没有大家的付出 就没有今天基隆的繁荣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 不只要向大家 不只要向大家学习持家的经验 也要向各位打造更安心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长辈不用为老烦恼 也不用担心子女无力负担 一个健康老化 活药老化 在地老化的友善环境 是我们市议会与市政府 要共同努力建构老人福利政策 的重要工作指标 看到幸福自信的特质 并积极促进社会参与 是成功老化的表率 令人感动 也期盼所有的市民 都可以拥有这份幸福美满的人生 祝福所有的家偶 在未来的日子里 爱情继续绽放 健康快乐与你们同在 你们的安心放心 也是我们的工作 也是我们的荣幸 祝福大家 来自全市七个区 接受表扬恩爱的老夫老妻 更是把握时间 在餐厅内特别布置的景点 拍照合影留念 回忆过去年轻刚结婚时的美丽 也享受结婚四十年 五十年以及六十年后 美满幸福的好滋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您知道八都火车站对面 有座附建山吗 八南社区展现极佳的社区营造力 赋予脏乱环境新生命 还找出附建山的碉堡军事药地故事 在今年度的设造计划中 推出了神丢帕马附建去的小旅行 此附建非比附建 从八都火车站对面的巷子进入 跟着指标走 就可以来趟附建山之旅 旁边这边就是刚好是火车站的位置 所以你看它这个以前是一个制高点 像当初侵犯战争 他们就是打到这个地方就停住了 附建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有重要的军事要地 不管是进入竹林秘境 还是通往吉隆高中的通学步道 仔细观察都可以看见军事碉堡 我上次导览的时候带大家走到这里说 我那边碉堡到了喔 大家说碉堡在哪里 碉堡在哪里 事实上它就在你的脚下 沿途山进步道都设有解说牌 丰富的生态及历史文化 从中可一窥究竟 这一棵树啊 就是你看那个皮都已经被剥落了 它这个不是人家去把它剥下来的 它原本它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 这个树叫做白千层 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调查跟盘整 然后举办了四个场次的社造小旅行 那今天是第一个场次 是走我们附建山跟我们的异建社区 内政部云建署的社区特优奖 荣获最高荣耀主要也是赋予环境新生命 是一个环山的步道 看到的严家古厕 看到以前的历史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觉得在这边 这么多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出一个时代的传承 然后我们也看到历史的风貌 觉得蛮感动的啦 因为就是从社区 就是这么有很脏啊 很脏乱的地方 可是重点是透过大家一起投入 然后一起参与 然后付出实际行动 然后把整个社区变得更好 靠双脚走进山 想走多远多高 全是选择 像极了人身缩影 而这一条神雕帕马步道 展现的是社区营造的精神 欢迎大家来爬附建山 呼吸新鲜空气 感受巴南设造的成果与魅力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道 再带你来看市长谢国良 前往吉隆高中 慰问本市参加教招的后备军人 感谢后备军人暂时放下工作及家庭 再次接受军事化教育与训练来保卫国家 市长谢国良在暖暖区长陈如东 及吉隆高中校长的陪同下 特地安排来到吉隆高中 慰绕本市参与教招的后备军人 受到现场官兵的热烈欢迎 好 谢谢市长 谢谢营长 我想这个后备里的这个教育召集 真的很有意义 那这些就是当有一天 我们备战 但是不求战 这个是目前政府的一个说法 那大家看到这些阿兵哥 我们真的觉得很了不起 这才是真正拿出实力来保家卫国的 一个重要展现 那当然我们也不要故意去这个挑拨 我们也可以不要故意去 可以跟临近的这个环境 造成更多的冲突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看到这么多后备军人 感觉很热血 他们在这边很多天也很辛苦 那我们跟他们致上崇高的敬意 市长谢国良说 国军战备整备刻不容缓 感谢后备军人 暂时放下工作及家庭 再次接受军事化教育与训练 来保家卫国 记者黄泽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